娇羞迷缘的小萝莉坐在男老师的面前 享受着男老师为自己清理伤口时 让自己小鹿乱撞的感觉 看着女孩炙热的眼神 男老师尴尬地低下了头 然而下一秒女孩故意靠近男老师的身体 少女独有的厨子之乡让男老师彻底沦陷 面对如此清纯可爱的女孩 试问哪个正常男人可以顶得住 更何况是这个精力旺盛的体育老师 在女孩的多次主动暗示之下 最终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傍晚时分 男老师没能克制住心中的怒火 在昏暗的教室里和女孩跨过了那条红色底界线 然而有夫之妇的男老师却浑然不知 这段恋情将会把自己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游泳客上 一双刚刚发育成熟的雪白大长腿 悄悄地走到十米跳台的边缘位置 在所有人惊恐诧异的目光中 名叫恩娇的女孩纵身一跃跳进了泳池当中 要知道这个高度已经是很多男生都无法跨越的鸿沟 稍有失误就可能对身体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更何况是一个娇弱的小女孩 然而恩娇这么做只是为了故意引起男老师的注意 她蹲在水底迟迟不肯浮出水面 只为等待着她喜欢的体育老师来救自己 很显然她的计划完美成功 就连同样暗恋男老师的笑话都忍不住夸她是一个疯女人 在之后的日子里 名叫俊姬的男老师的世界里从此多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恩娇可爱俏皮的身影总是在俊姬的世界里挥之不去 有时候恩娇会故意受伤 化身成楚楚可怜的小萝莉 让俊姬单独给自己处理伤口 有时候她会在俊姬的必经之路 故意打湿自己雪白的校服 化身成若隐若现的小仙女 让俊姬看得神魂颠倒直艳口水 恩娇甚至会故意不关井水龙头 把俊姬引到水尺边发现她故意留下来的发甲 久而久之导致俊姬整日总是魂不守舍 就连跟怀孕六个月的妻子同床共枕的时候 都是看着恩娇的发甲扶想连天 而俊姬的妻子出身名门归秀 由于俊姬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体育老师 在富豪老丈人的家里 只能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的不像的男人 再加上小姨子的冷嘲热讽 让俊姬更是颜面尽失 这也是导致俊姬之后背叛婚姻的导火索 周末这天俊姬在超市买烟的时候 再次偶遇女学生恩娇 恩娇也是毫不客气的让俊姬帮自己 把她手里拿着的小洋人牛奶的丹麦了 为了报答男老师帮自己买单的恩情 恩娇主动要求做俊姬的拉拉队队长 为参加业余美式足球比赛的俊姬加油打气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让俊姬才能找回做男人的尊严 这也是恩娇迷恋俊姬的原因之一 就连好机友都感觉俊姬跟恩娇的关系不一般 比赛完之后恩娇提前坐在车里装睡 试图暗示俊姬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 看着唾手可得的小萝莉俊姬开始有些蠢蠢欲动 此时的恩娇确定鱼儿已经上钩 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 恩娇故意冒着倾盘大雨半路跑回了学校 跟刚刚值完班准备回家的俊姬 再次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看着被雨水湿透了的恩娇 俊姬贴心地拿来自己的衣服 让恩娇赶紧换上免得着凉 拿着老师的贴身衣物 恩娇情不自禁地靠近了自己的鼻子 面对恩娇的明显暗示 俊姬只能尴尬地催促恩娇赶紧到教室里换衣服 不料恩娇却以拉链拉不上的理由 抓住俊姬的手让老师帮自己拉拉链 就连老天爷也似乎在暗中帮助恩娇 一阵震耳欲聋的闪电声下的恩娇 紧紧地抱住了俊姬的虎背熊腰 月飞风高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伴随着屋外的狂中暴雨 两个燥热的身体最终碰撞在了一起 不料就在此时值班的保安正朝他们这边走来 吓得俊姬立刻拉着恩娇躲在了桌子底下 这件事情一旦被别人发现 那么自己的前途和家庭必将毁于一旦 此时年幼无知的恩娇还没意识到危险来临 还在调皮地挑逗俊姬 由于俊姬过度紧张害怕恩娇发出声音 她下意识地捂住了恩娇的鼻子和嘴巴 殊不知此时的恩娇已经因为呼吸困难 开始不停地蹬腿反抗 然而她的挣扎反而让极度紧张中的俊姬越舞越紧 当保安走后俊姬才发现此时的恩娇 已经没有了呼吸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 阳光临 杨云娜